第七次燈花埔子全國燈花比賽 已經來發表新鎮 高雄局黃錦田女士組聘 靖昌在清華的參賽者裡面 得到冠軍 現在得中的組聘 在明年美術館來展出 今年的全國燈花埔子燈花比賽 燈花主題的高級埔子的主人金冠 鄉村的特色 六叔高雄 任務人先來頂頂 今天的攝影比賽是埔子 第七屆燈花埔子的攝影比賽 這次來了九個縣市 作品有1100多件 我們是以我們埔子的風貌 還有我們的鄉村的特色 還有我們的都會的型態 人文型態 還有我們的歷史古蹟 我們的節慶為主題 能夠代表我們埔子之美的 所有的這些作品 都能夠來參加比賽 今天也很多的好手 齊聚一堂 將他們的瞬間留在埔子 希望透過這個比賽 能夠吸引更多的攝影好手 每一年都來參加我們埔子的 燈花攝影比賽 市長王如今表示 現在得中的作品 都在明年美術館來展出 今晚有更多要頂頂的人 來返子參加比賽 用駕頭來記錄返子之美 戴傭心母 黃培怡 拆紅白燈 那個是